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然后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了 其实我刚刚都在讲课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以后我们都从一个故事开始 想不想听故事啊 小朋友来听故事 以前有一个爸爸很爱他的女儿 可是他女儿在一个意外 不知道什么意外 某某某意外 那个左腿就截肢 断了没了 就是一个人都说我有四肢 头脑 简单 四肢发达 这个小朋友就变成几肢 三肢 知道吗 他的父亲就痛不欲生啊 然后看着他女儿就觉得 哎呀 我的女儿啊 百分之七十五啊 你知道吗 你们听得懂吗 我的女儿只有七十五分啊 因为有四肢嘛 少了一肢啊 所以我的女儿只有百分之七十五啊 他就很难过啊 后来啊 女儿结婚了 他在女儿的婚礼上啊 爸爸不是都会把女儿这样牵过去吗 然后就看到他跟他的先生 远远看啊 因为老花眼了 远远看 哎 他们合为一体了嘛 对不对 没错吧 婚姻嘛 合为一体 他远远看 想说 我女儿的这个新家庭啊 本来应该有八只 现在有七只 还不错 八分之七完整 这样知道吗 我是算不出来八分之七是多少 等于四分之三啊 后来八分之七就对了 知道了哦 后来啊 故事你们就懂了哦 后来他就生了一个第一个孙子 有没有 然后就是全家福 是不是三个人 他就看 哦 这些人 我女儿的家庭 一家三口 核心家庭 小家庭 应该要有十二只 现在有十一只 后来又生了第二胎 十六分之十五 后来生了第三胎 二十分之十九 生了第一次 耶 没问题哦 这是我亲耳听到一个 牧师讲的故事啊 不是现在的牧师啊 是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大概十岁的时候 听到的 英文的故事啊 我那时候是非常感动 我不知道在感动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好的 OK 这个故事在讲的叫做单元 单位 单位 不是单元 单位 单位 听懂了哦 今天 是十月一号 我们开新门 二班的体验课的第三堂课 我正式开始宣布 我都会从一个故事开始 然后那一堂课 我们就讲一个观念 今天这堂课要讲这个观念 哪个观念啊 单位 什么叫单位 这样子 你的单位决定你的格局 决定你的喜怒哀乐 他决定一切啊 你看你怎么看啊 单位啊 我不再跟你讲人生的那一种 多少钱为单位 多少本字典为单位 不谈那个咯 我跟你谈背单字 学英文啊 大家都说要背单字 大家都说学英文 一定要背单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 那你们在家里自己说一次好不好 要学好英文 一定要背单字 来吧 要学好英文 一定要背单字 是不是洗一个字 我说啊 我说 你把英文换成中文 讲一遍你自己听看看好不好 要学好中文 要学好中文 一定要背单字 你信这句话吗 你是这样学中文的吗 你是这样学中文的吗 我只换了一个字哦 你马上是描动说这句话恐怕其中有点问题 我再换一个字哦 我再换一个字哦 要学好日文 一定要背单字 你又说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那我再换回去中文好不好 要学好中文一定要背单字 你说你几句话 为什么学中文要背单字 是不是 我再从最根本上去质疑你的单位 那个单位是有问题的 学英文的单位不应该是单字 他这个单字当单位是有问题的 我马上就要交给出版社 我的哈姆雷特啊 就是汉姆勒啊 我的翻译了 的导读跟序言啊 我写了好久 写了两个月 每天游泳都在想 知道吗 我马上就要教我的导读跟序 我的序言就在谈这件事 我读了九年的翻译博士的学位啊 我们的翻译理论一直在吵一件事情 就是翻译的单位是什么 你是word for word 就是一个单字翻一个单字 还是phrase for phrase 一个片语翻一个片语 还是一个sentence for sentence 对不对 一个句子翻一个句子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你如果傻傻的 一个字翻一个字 是不是很硬 很硬的翻译法 一个片语就比较好 片语翻片语 句子翻句子更好 这是不是单位的概念 那你把单位放上去 我看看 再放上去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段落翻一个段落 再放上去呢 是不是一个篇章翻一个篇章 再放上去呢 我翻译的是剧本 再放上去是什么 一幕翻一幕嘛 第二幕翻第二幕 第三幕翻第三幕 第四幕翻第四幕嘛 再上去是什么 一本翻一本 对不对 再上去是不要一本翻一本 到这边就开始进入哲学了 因为到这边开始 人力有一点不可及了 就是说我翻译一本书为单位 我拿它当单位 来翻另外一个东西 你们慢慢去感受我在说的 因为我今天会给你们听 第三首歌 我们总共有十首开心门的歌 对不对 第一首叫做 叫做问人家名字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说 what's your name 不一定要这么没礼貌 对不对 what's your name 不一定要唱 第二首歌 叫做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he sun says good night to the moon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he sky is bright and noon 是吧 the sun is bright and 随便了 就这样 是第二首 就是说你问完人家名字之后 你可以跟人家说good morning吗 第三首也是今天要唱的歌 叫做what is it 这是我在美国八岁去的时候 我每天在学校讲的一句话 我很感动 因为我的同事听到我讲了这件事 所以他们就写了那首歌 等于是献给我的八岁年代就对了 叫what is it 看到东西我就问what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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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只知道一个单字叫eg 这是真的 我只知道一个单字叫egg 因为我出过钱 我的小阿姨在那个美国银行吧 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只有电话 我每天好像七点要守在电话旁边 我爸爸请 请我的小阿姨打电话给我 每天教我一个单字啊 我就记得第一个单字啊 我小阿姨叫我的第一个单字叫egg 蛋这样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叫我蛋 后来我都忘了 我真的记得这个字啊 我小阿姨现在还跟我 我们都非常好家族旅游什么的啊 嗯 我现在当然知道他英文烂的不得了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 他根本 我爸爸是随便的爸妈随便找一个人 这样 因为我爸妈也认为学英文的单位是单字啊 于是我去美国的时候 每天看到同学都只讲一句话叫做what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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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学期之后 我当然就会讲一点英文了 一学期之后 大概就不用再问了 学校里面东西都差不多那个样子啊 我那时候还是以单字为单位 对不对 可是很快就不是了 很快就不是这个东西了嘛 我刚跟你们说 我们今天要听what is it 三年级的版本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我们要听四个版本的歌 好不好 超好听的 我刚刚听到一个版本 我说太好了 哪有 因为我都 我没有那个时间听我们团队创作的东西啊 太好听了啦 显荣就在这个门后面 这个 这个后面 在这个后面 我们做词唱歌的人就在后面 太好听了 翻译一首歌啊 翻译一首歌 可不可以整首歌为单位把它翻出来 可以 你这样懂吗 单位是可以的 翻译歌的单位 可以是一整首歌翻成一整首歌 一整首诗翻译成一整首诗 我翻译Hamlet的单位啊 不只是 不只是啊 不只是一本四千行的剧本 翻译成一本四千行的剧本 不是这样 我翻译的单位是莎士比亚这个人 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序在谈的观念 我把这个人翻过来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叫莎士比亚 我把他翻过来 把他翻成中文给你看 你读我的一本 你就好像说 这个人 这个 你对我的那个一本的作者 你说这个人怎么那么那个 你讲的那个就是我心目中的莎士比亚这样 好不好 好玩 好玩 好不好 做 很难做啊 你要到某种样子去做 你的程度要到某种样子 现在全世界 我不认为有几个人做得到这件事 我认为 你给我 你给我 九十年 八十年 我不会活那么久了 你再给我八九十年 我们来办学校 我们来办学校 将来会有非常多这种人 这种人叫易经师 翻译经典的师傅 很厉害的老师 律师 医师 有没有 易经师 翻译经典的人 这种人是可以培养的 我知道怎么培养啊 没有人知道怎么培养啊 因为我是不小心被培养出来的 可是我会 我有走过那个过程吗 我知道易经师怎么培养这样 好 我刚讲 What is it 这首歌是要跟你们解释说 单位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决定的单位 太小的时候 你这个人就活得很狭隘 你决定的单位 变大的时候 你就活得很自在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 学英文很可怜 很痛苦 是因为我们挑选的单位 很小 叫做单字 这样知道吗 你挑错单位来学了 我的逻辑又转一个圈哦 既然我都知道单字这个单位太小 为什么我要赌上我一生的积蓄 跟功力去卖字典 听得懂吗 你们知道我们出了好多书嘛 对不对 我终于顿悟了 我受到启示了 正因为全台湾的人都 眼睛看单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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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证明了 我必须教大家单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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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在一起啊 你知道吗 你都在看单字 我跟你讲经典 你就说我不要 我要你教我单字 懂哦 所以我要卖字典 我逻辑再转一圈哦 我是投您所好 你想学单字 我教你单字 所以我出字典 可是我的字典 不可以跟你的单位一样小啊 那我不是害死你吗 所以我们的单位其实有九种 还有九个单位 看你现在想选择活在哪一个单位里面 这就是你们今天的九宫格 还记得吗 你们在默显的那个东西 你想你想活在哪里啦 你要以什么为单位过人生啦 就这样嘛 以什么为单位 我们来看一个动画哦 好 看得到吗 我覺得你們剛剛沒有看到我的雙關語 我本來講impossible 加了一撇就變成unpossible 再看一次喔 有沒有看到本來是impossible啊一撇就變impossible 沒有沒有沒有 好不好玩 哇塞 OK Impossible Dun-Dun-Dun,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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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长 刚刚是2.0版了 根本还没好 从配乐到什么都还没好 我们只是给大家 因为你们是我最爱的学生 我们只是给你看一下 我们最后要问试的时候 会很清楚的很棒的 完成度很高的动向 我们应该听我们的佩珊 佩珊动画师 他不是幕后英雄了 你们比较少听到他的名字 我们的佩珊鼓掌 好不好 简单说了 第一个小时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 你就记一件事情好不好 还记得吗 叫做单位 没错吧 人生的单位 学英文的单位 不要把它局限在单字 就像那位爸爸没有把他女儿的四肢的单位 局限在一个人身上 因为一个人是四分之三嘛 他很多家族的时候 就变成几万分之几万减一而已嘛 对不对 你scale变大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学单字 你把英文局限在单字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 你其实在自己害自己啊 然后也在逼迫自己的孩子 也在逼迫出题目的老师 就是它是一个恶的循环 你知道吗 这样都听得懂哦 好 我们来喝水 决杯 我在教各位的这个学问啊 叫做什么 叫做双母语 知道吗 对不对 叫做双母语 请问你 双母语跟双语的差别是什么 就在双语的单位 叫做单字 双母语的单位 叫做经典 篇章 知道吗 严格来说不能叫经典 因为经典是内容的区分嘛 一个叫经典 一个叫做庶民文化嘛 严格来说啊 我的双母语跟台湾现在的双语的概念 差别叫做我们的单位不同 我们教学的单位不同 也就是孩子的输入单位 你们看老师的头啊 这个很重要 你的孩子天天都在被输入东西 对不对 他 你的孩子 包括你们自己 你们天天都在输入东西 我就讲英文哦 你在英文课上天天输入东西 有朝一日你的孩子会输出 透过讲话输出 然后透过写字输出 对不对 这是最基本的观念嘛 他每天都会输入一些英文的东西 然后假以时日之后 他碰到外国人 或他需要写英文的时候 他就透过他的嘴巴输出 跟他的手输出 这样知道咯 那那个输入的单位跟输出的单位 在我们的双语环境下都是以单字为单位 OK 在双母语的逻辑 我的输入单位跟输出单位都是篇章 不是句子 都是篇章的观念 输入的篇章叫做 同样的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st another day Little Johnny wants to play 他是三句话 他不是一句话哦 他是三句话 所以他有文气 所以他是篇章 这是我输入孩子的观念 单位叫做篇章 双语输入的单位叫做Rain, rain, go away 里面的第一个字叫做Rain 然后就变成Rain,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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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 雨水 然后小孩输入的单位是这个 然后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后 考他输出的单位叫做 老师就考你有没有拼出R, A, I, N 看你有没有考出、写出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觉 我们孩子输入是单字 输出是单字,对不对 那你将来碰到外国人的时候 你怎么会傻到以为他会讲一句话 他当初是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输入啊 然后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考试啊 然后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写出来啊 所以他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一定是什么 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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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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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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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下一个字 找下一个字是什么 然后讲 然后凑起来讲出来吗 然后写出来这样子啊 好不好 好 双尾的观念叫做什么 输入的时候叫做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st another day Little Johnny wants to play 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三句话 他将来看到人的时候啊 他看到外国人 他要做的事情 不叫做加法 叫做减法 他本来要做的事情 是看到外国人的时候 弟弟吐 弟弟吐 看会接 多少人里对吧 他要凑出一些单字 组成的句子嘛 他在做的是加法 把过去 孤单单的单字 加起来变成一个句子 可是他如果输入是篇章的时候 他碰到外国人 做的是减法 就是你不可能看到外国人 就说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st another day Little Johnny wants to play 不会讲这么长 你有可能只讲第二句话 叫做什么 改天再来啊 Come again some other day 就第二句话而已 他是不是三句话 他都会背了 他只要讲第二句话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天壤之别 一个叫做加法 一个叫减法嘛 当初输入的时候 输入的时候 花的时间 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输入的时间 跟一篇一篇一篇输入的时间 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多 我跟你说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14个字嘛 Rain, Rain, go away 有14个字 你去背14个单字 跟你去背一篇14个字的篇章啊 我们假设就一样多好不好 其实篇章会比较快了 快多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假设一模一样多好不好 可是学完单字 是不是要把它凑起来 凑顺序 你把14个字的顺序凑起来叫做文法 单字的排列顺序叫做文法 而这个排列顺序 我另外要花时间学 因为我输入的时候 只有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 我还要再花第二个时间去学文法 把它们凑起来 可是如果你输入的时候 是篇章输入的话 你就不用再花时间 花第二个功夫去学它怎么排列嘛 因为排列你已经背起来了 这样听得懂对不对 所以哪个比较快 有效率 CP值比较高 是背篇章 CP值比较高 这样知道吗 那焦博士你讲的这么有道理 为什么台湾教育还没有这样改变 是因为我们的教育部 教育考卷 教师 我们还没有推广过去 这个观念还没有到他们那边去 只是这样子啊 什么时候会到那边去 十万本字典的时候 好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你帮我把那本字典送到老师手上 教育部长手上就好了 因为那本字典里面会谈这个观念的 会谈单字观念跟篇章观念这样子 好不好 好 输出的时候不只是篇章哦 输出的时候 如果你背到的一个单字叫名词的话 它就是很有将的有 对不对 如果你背到的单字是形容词的时候 它就是很有将的很 动词的时候就是很有将的将 你有没有感受到我在说什么 我是不是在把字典跟很有将连在一起 什么叫很有将 就是一次讲三句话 对不对 我很好 我有梦 我将成功 right 那个叫篇章 对不对 有没有把我的整个拼图凑起来了 那个叫篇章嘛 这样叫革命嘛 你对语文理解的革命嘛 输入的时候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some other day Little Johnny wants to play 叫做 叫做用鹅妈妈的经典输入 你要书出的时候 你今天康轩老师教你一个字叫做pig 猪啊 猪 在我的字典里面你查得到吗 当然查得到啊 查到一只猪 right 猪是什么词 我的字典会告诉你 它叫名词 在传统教育这个学习过程就结束了 猪 pig pig 结束 在我的字典不是这个逻辑 是你学会这个字马上用 你马上现学现卖给我看 你要马上用pig这个字 那你知道它是名词之后 你就会说什么 很有姜的姜嘛 就是我很怎样 我有什么 我姜如何的有啦 对不起啊 就变我有一只猪 没错吧 I have a pig 是不是开始 你可能会认为说啊 肖博士 学了pig 讲得出 I have a pig 算什么 我就说 你要不要去偏乡看一下 什么算什么 第二 你偏乡会看到主啦 是真的吗 这个开玩笑的 偏乡不一定都错啊 I have a pig 只是第一层哦 因为我教的方法是 I have a pig You have a pig She has a pig He has a pig It has a pig We have a pig You have a pig They have a pig 对不对 我教的是这个哦 所以是八句话哦 学一只猪的单字 讲出八句话 可是这只是我教的第二层 因为我教的是说 你不但要写 我有一只猪 你还要在上面 找一个形容词 说我很怎么样 对不对 我很怎么样 你要去找一个字啊 找一个形容词啊 那你没有租 那你没有租 等会觉得什么 我很富有 好啊 因为你有租嘛 你可以杀猪去卖钱 好啊 I am rich OK I am rich I have a pig Right 第三句话你要说 我将如何啊 I will 干嘛嘛 你总要讲嘛 我要卖它 卖 I will sell 不用到 it 我们没有那么在 我们没有那么浪漫啦 我们没有教那么复杂的事啦 才一本字典 教那么复杂 不用教到授词了啦 I will sell OK I am rich I have a pig I will sell 文法不对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赖我 好不好 什么文法不对 我才不去抢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英文老师的饭碗 I will sell it 那是你学校的事好不好 你去教会他嘛 我还你一个小孩子 你跟他讲一个单子 他讲你三句话 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 知道吗 要鼓掌啊 你们有人没有鼓掌 我是说 我是说 三句啊 一次还你三句 这个观念 在这本字典里面都会有 OK 当我说 我们第一个小时要结束了 好不好 第一个小时教什么 单位 学双语的单位是单字 学双母语的单位是篇章 输入也是篇章 输出也是篇章 输入的篇章 是经典的文本 输入的是经典的文本 输出的 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输出的是很有将 你表达自己 所有我的支持者 都在质疑我一件事 都说肖博士 我们很服你啊 可是你叫我的小孩 跟人家讲话 就讲 Rain Rain Go away 干什么 我就说 好啦 好 你跟他 你的小孩可以跟外国人讲 我很怎么样 我有什么 我将如何 这样总可以了吧 因为还有你 很怎么样 你有什么 你将如何 有我 有你 有他 他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是不是有八个主词 后面接很怎么样 有什么将如何 交叉相成 是不是二十四种表达自己的方式 这样是不是够了 这样很够表达事情了 OK 好 输入的单位是什么 输入的单位 篇章 输出的单位也是篇章 对不对 可是这两种篇章不一样 输入的单位是哪一种篇章 是经典的篇章 别人写的很好的东西 别人写的很好的那个东西 很讲究的那个东西 输入你脑袋 你输出的时候 不要胡伦吞掌 你表达自己的想法 就是肖博士发明的很有将 这样子到楼 输入是那个 输出是那个 好 那我们现在帮你输入 我现在 懂吗 我现在帮你输入 我来帮你输入一个东西叫做 What is it 这首歌 这样总可以了吧 对不对 我们再输入个东西吗 好 你们要听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呢 不要跟我讲六年级 我们先听三年级的 然后休息一下 听完再走啊 好不好 听完再去休息 回来的时候 我们接着听四年级的 让你感受一下 好 先听三年级的 三年级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at's a tree What is it? Those are bees Who is it? Is that me which I see Before me What is it? It's the sea What is it? These are knees Who is it? Is that me which I see Before me What is it? Who is it? Where is it? What is it?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是咪 她是誰 超可惜 她是誰 我的心 我是誰 我是咪 我見你好神秘 你 忘了美 忘了誰 忘了眼 我這秒語歌 見採我 What is it 在搖曳 What is it 在畫面 Who is it 我雪面 cen 你 是 me 她 是誰 It's the sea 她 是誰 Knees are knees 我是誰 Is that me 我借你 Before me What is it 忘了沒 Where is it 部長 現在是3點08分 3點10分的時候我們休息3點20的時候重新上課 3點10分到3點20的時候我會重放剛剛那首歌 3點20回來的時候我要播你們203號同學到313號同學曾經繳過剛剛這首歌的改寫歌詞的作業的人 所有的都幫你唱了你就來聽看看我們的Muffin Jeff幫你用剛剛那首歌套新歌詞你的作品被唱的時候的感覺知道嗎 OK 那就現在休息3點20的時候回來 好 好